面对这样的Sasaki风格的分析图 是不是每次都觉得挺简单 但是做起来总是遇到各种小问题卡住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手把手的讲一下 如何快速的制作Sasaki风格的了看 轴侧分析图 整体呢我们分为三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呢是建模并导出底图 第二步呢是调整导出的光影底图 第三步呢在AI当中去拼合并绘制分析图 细化图面的表达 那这个案例需要用到 SU,inscape,ps,ai四个软件 首先是建模与导出底图 需要在SU当中去建立体量模型 这个地方的模型呢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地方 一是需要把周边的场地模型 与我们需要表达强调的建筑模型呢 分在不同的组里面去方便之后导出模型 第二呢是需要强调的体量 可以把建筑的楼层分出来 适当的去增加一些细节 第三个呢是可以用场景保存固定视角下的 不同样式和显影关系 第四个呢是可以给场地一些基本的颜色 方便后区区分色块 导出的底图需要分别用SU导出PDF 以及用inscape导出PNG 导出的PDF分为以下四张图 一是全图的线稿 二是只有主体建筑的线稿 三是主体建筑的线稿加明暗面 四是全图带色彩的 这里敲黑板注意一下 前两个图基于SU的消影样式导出 可以实现透明背景 后面两个则需要基于着色样式导出 导出的PNG图片使用inscape渲染白膜 用来秤底增加分析图的质感 这里需要在视觉设置的主设置当中 将样式模式设置为白色 除此之外了 还需要在大气面板中 对光照度进行如下的调整 主要是减少太阳亮度到5% 和阴影锐度到0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比较柔和的白膜光影 在输出面板当中 分辨率调整为Ultra HD 然后点击导出 或者使用快捷键Shift加F11 导出为PNG图片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 主要是在PS当中调整PNG图片 需要将PNG去色和提亮 这里使用Ctrl加U 摄像饱和度 将饱和度调整到-100去色 Ctrl加M调整曲线 这里有个小技巧 需要在曲线的输入这里 把白色滑块往左 滑到直方图的波峰角下 这样子画面就会提亮 然后再把剩下的曲线调整为S形状 就可以增加一些对比 这样子就完成了底图的处理 第三步就是需要将所有的图 叠到AI当中了 我们把底图全部导入到AI当中 并且进行分层管理 最下面是PNG的底图 上面是填色的色块 最上面是各种线稿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 在对齐图片这里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里有个小技巧 先不要删除导入进来的线框 通过锁定图片比例 一般默认就是锁定的 确认一下就行了 然后输入指定的宽度和高度 用对齐工具就可以快速的去实现了 下面我们制作主体建筑的轮廓线 我们之前导出的第三个PDF 就是专门来做这个的 只有主体建筑的明暗 且用的着色模式导出的 这位没有物体的部分 默论就是透明的 所以只需要打开路径插导器 然后点击连击图标 就可以得到封闭的图形了 然后设置轮廓线稿的出汽 同时设置填充为空就可以了 填色比较简单 对应调整好色号 然后叠加到合适的位置就行 图案填充 先添加图案 然后双击图案 在双击图案选项中的图案的方块 设置图案的颜色 这里设置的是蓝色 ESC退出图案编辑模式 将图案应用到对应的区域就好了 然后就是绘制箭头 使用钢笔和直线工具绘制箭头 对路径视线等等进行标注 使用文字工具绘制场地的标注 然后在效果中找到3D旋转经典工具 调整立方块的角度 注意使蓝色的面朝上 然后调整文字的角度合适 这里又要来敲一下黑板了 3D文字不用每次都设置效果 只需要复制第一个 然后其他的按块键E 旋转就可以得到合适角度的3D文字了 后面就是添加一些配景的数和图标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添加文字标签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路径查导器 快速的合并制作 合并后也可以使用白箭头工具 快捷键A 拖动后面两个点加长标签框 这里我们稍微收视一下图面就完成了 最后如果你是建筑景观 室内规划等设计行业的新手 想要在短时间系统学习 各种设计软件的小伙伴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假期集训 16天快速的掌握 CAD SU RINO D5 CONFUI PSAID等多个软件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动操作 最终能够独立出土 完成自己的设计展板 胜任各种复杂的设计工作 那有需要同学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干货再见 拜拜